近期一些西方国家频频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这种炒作毫无道理 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产能 是推动绿色发展 急需的先进产能 而不是过剩产能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 要实现碳中和德目标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到2030年 需要达到约4500万辆 是2022年的4.5倍 官府装机需求量 也需要大幅增长 当今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 不是新能源产能过剩 而是严重短缺 中国的绿色技术 绿色产品 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因应了各国缓解能源危机 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将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 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子 而不是补贴的结果 中国新能源产品 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主要是因为相关产业布局较走 通过长期研发投入 形成了领先的技术优势 同时依托国内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 超大规模市场 丰富的人力资源等 形成了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第三 给中国新能源产业 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 是保护主义的表现 彭博社的分析显示 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绝大多数排名靠前的汽车出口商 产能利用率 处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 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 占总产量的比例 远低于德国 日本韩国等主要汽车生产国 出口的价格也符合市场规律 根本不存在倾销问题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 只是为保护主义提供借口 限制中国电动汽车等 新能源产品的出口 只会造成多数的局面 世界并不需要中国减少产出 而是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产品 来加快能源转型和消除贫困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愿意各方一道 坚持公平竞争 实现互利共赢 希望有关国家秉持开放心态 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际经贸规则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透明 开放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